乐视网,贾跃亭欠上市公司的钱赖不掉。 将用一切手段追债。 搜狐科技消息,在乐视网今天举行的线上2017年度业绩说明会上,乐视网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舒兴称,公司将采取一切手段,责承贾跃亭还钱。 财务总监张薇则强调,乐视网2017年坏账损失计提约61亿元,但坏账计提并不代表公司放弃对关联方欠款的追索权,公司会继续要求贾跃亭对其造成的上市公司关联债务问题负责。 刘舒清称,乐视网管理层一直积极,主动保持于与贾跃亭,及贾跃民、甘威,及其关联相关方的沟通,包括近期媒体,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瑞池汽车购置土地投资款式下,公司多次与贾跃亭先生相关方便化, 邮件沟通,并将获取信息及时对外披露。 乐视网期望通过与贾跃亭,及贾跃民、甘威,的不断沟通,尽快解决上市公司体系大量的关联方欠款问题。 期望贾跃亭及相关方可以尽快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及还款时间表,及时挽救上市公司与资金紧张的谜谈中。 乐视网财务总监张威称,公司2017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约108亿元,其中坏账损失计提约61亿,包含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。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计提,是充分考虑欠款方还款可能性及以获取的外部证据情况下计提的,并不代表公司放弃对关联方欠款的追索权,公司会继续要求贾跃亭对其造成的上市公司关联债务问题负责。 刘添清强调,上市公司目前经营非常困难,现任管理层也在时时刻刻努力改变现状,但阻碍于资金状况的严峻,公司正常经营无法得到有效推进。 从近期乐视网公布的2017年度财报及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来看,乐视网2017年据亏138.78亿元,一季度亏损3亿元。 尽管之前甘威及乐视网控股方面曾公开称,正在积极解决与乐视网的债务问题,但目前来看进展仍然非常缓慢。 今年年初,甘威及乐视网控股曾对外公开宣布,贾跃亭控制的关联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关联欠款约为60亿左右。 乐视网控股声明,贾跃亭承诺将尽则到底。 乐视网控股方面称,当时已经有超过30亿元的关联债务形成解决方案。 在乐视网控股预计承担的约60亿还款金额中,其中超过30亿元已有相应解决方案在加快执行,包括但不屑于前期上市公司已经公告的将非上市公司乐视金融、乐视商城等优质资产以资底带注入上市公司, 以及其他推进中的解决方案,具体方案以及金额以上市公司公告为准。 。 剩余20多亿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彻底解决。 乐视控股称,各方正全力推进。 。